SBL過年前的關鍵戰役 莫過於金門9場與台北達星的盧組之爭 雙方前四戰勝負各半 今晚都有不能輸的壓力 尤其對於戰績落後半場 本季創下隊使單機最多19敗的達星來說 更是沒有退路 原本同樣以9勝18敗並列第6的虎軍 卻在14號對戰台皮時先勝後衰 週一翔決勝劫的良度要命放槍 讓球隊中場以6分差囤敗 近期季後賽的希望相當渺茫 15號面對金九 如果輸球就確定出局 英九還保有一線生機 但是主導權卻在對手手上 總而言之達星今晚拼到底就對了 相較於達星的退伍可退 金九還有三場比賽 不過卻有大利空 1月初曾拉出五戰四勝的小高潮 關鍵在於主力陳靖環 跟老將楊哲一周健康出賽 沒想到在季後賽門票 爭讀的重要關頭 卻又分別因腿傷腰傷缺陣 另外一名得分箭頭宋宇軒 週四在交手勇士時 意外滑倒撕裂又吸策韌帶 傷兵再添一枚 不過更讓總教練吳俊雄 傷腦筋的還有洋將 Bron Davis的單打獨鬥 以及急需控管問題 如果不儘快修正 勢必影響團隊士氣 金九但剩下的三戰 必須取兩勝 如果今晚輸給達星 過年後的兩場比賽 更有壓力 進捷之路依然充滿變數 我來提供新聞綜合報導